早晨,今天是12月19日,星期二 欢迎收听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博威环球政圈 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凯卫一起开市 好,Thomas,今早大致有什么焦点? 未来就被中东的股东再次来增持股份 到底股权变动和对于未来的发展会看看 另外新创建和新世界也有人事变动 我们稍后会谈谈 另外外围方面提提大家 日本央行11点会公布议息结果 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留意我们网站 观众朋友 如果你对投资或者股票方面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的道指升不够一点 再创历史新高 原署局官员继续发表言论 淡化市场对减息的预期 但大行持续看好美股明年的前景 另外红海危机升温 刺激油价上涨 美股三大指数都是高开高收 道指收市未升1点 收报37306点 标指向上 收市升21点 报4740点收市 纳指升90点 收报14904点 连升第八个交易日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回吐0.9%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英国股市向上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个别发展的Meta、Amazon和Google 升幅超过2% Tesla向下 苹果亦要逆市下跌 内地国企和政府部门 再次传出会限制员工使用iPhone 股价收市跌0.9% NVIDIA年升第五个交易日 再升2% 从上500元楼上 收报500.77元 另外日本最大架钢铁生产商 日本製钢以141亿美元现金 收购美国钢铁 美国钢铁的股价急升冷乘6收市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各别发展 美团和京东比本港上日收市 都要低超过1%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1% 折合60.9% 未来获阿布札比基金增持 ADR上升比本港上日收市 再高超过6%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变动不大 微升12点 最新报32,771点 所以综合指数跌近1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升44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15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看看最新的情况 方向也不是很明确 最新跌21点左右 最新跌超过70点 16,500点水平 稍后队源盘末和大家继续跟进 我们先和Thomas聊聊美股的情况 美股继续在高位上落 言论上其实持续有官员 想淡化市场对未来减息的憧憬 资加哥联储银行行长 古尔斯比就说到 市场对联储局的点阵图的巨大反应 令他觉得有点意外 现在宣布联储局战胜通胀是为时尚早的 又说减息的决定将会基于未来的数据 另一个委员 就是克里夫兰联储银行行长梅斯特 就说到 市场对2024年提前减息的压注 有点超前 虽然市场很关注 但下一个阶段要考虑的 就不是什么时候减息的问题 而是货币政策应该在几长时间内 保持在一个限制性的水平 以便通胀持续回到2%的目标 看看Fatwatch的数据就显示了 市场认为明年3月的减息的机会 其实现在是高达6成的 还有最新的情况 就是看到地缘证局又再现一个新的危机 亲伊朗的胡塞武装 在也门占领西部 贴着红海下游的大片土地 并且在10月底开始 多次襲击被指是运货品 去以色列的西方商船 其实多家航运公司 都已经宣布停止用 通往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去运货 最新英国的BP也说了 暂停会行驶这条航道 去保障船籍和船员的安全 稍后我们谈谈谈股的时候 会详细谈谈航运股的前景 整体而言美股持续强势 继续有大行上调明年标指的目标价 但明年其实预期 无论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 都会正式踏入一个减息的情况 美汇近日也会远的 现在地缘证局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不明朗状况 Thomas 你看美股是否持续可以继续在高位行动 我想暂时来说也会是 因为始终没有 就像你所说 减息基本上是事在必行 只是一个时间上的考虑 反映了美国的通胀表现 逐步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我想市场的解读 是朝着目标通胀来走的时候 都倾向会看得更乐观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都会多了一些融资的考虑 这也会令到整体经济方面 有一个扩张的势头 这也会对美股有一个理好状况 但也要去考虑 明年11月的时候 是美国总统的大选 美股来说 我相信12月继续升的机会 都会比较大 相对上来说 明年的第一季 有机会会产生一些获利盘 第一季有偏远的压力 然后到第二和第三季的时候 预期减息的憧憬 会倾向上看好 这对于现任总统 连任的选情 会有一个帮助 所以以这个预期来看 明年美股也是倾向看好 但第二季和第三季 做得好些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是的 Thomas看现在去到年底 即使地缘政局有一些变化 因为隔晚的油价 其实也有一个上升的情况 但美股Thomas 也看到在高位 相信都会持续做好的 at least 直到明年一月 好 我们先看看恒指上日的走势 我们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 昨天出现一个回吐的情况 之前就连升了两天 大市成交又回到不到1000亿 恒指昨天低开122点 下午最多跌219点 收市跌162点 收报16629点 跌0.9% 科指跌50点 收报3730点 跌幅1.3% 国指跌65点 收报5634点 跌幅1.16% 大市全日成交943亿 港股向下 北水再次转为淨流入买货 淨流入金额有117亿 是大约15个星期以来 最大的坚入单日级资额 主要吸纳ETF为主 盈富基金有81亿 北水淨流入 恒生国指ETF有169千万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134千万 个股方面 中海油和美团 持续有北水淨流入 分别有超卦2亿 一起看淨流出 股价诞升7%的中远海控 有3亿2000万的北水淨流出 小鹏汽车也有1亿5000万 中国移动有1亿2000万 另外腾讯持续有北水淨流出 金额减到9000万 和Thomas聊聊的大事情况 恒指连升两天后 昨天回吐 恒指和科指 其实现在移动平均线上 就继续在10天线流上和20天线流下 在这个水平上升 现在到了年底 感觉上气氛又没有之前一个星期那么差 你看到这个水平能否持续到年底 甚至是跨越今年到明年的1月 估额不是很大 但是相对上来说 亦都不见得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我想至少上升动力 暂时我们未看到 在北水的一个流入的状况之下 昨天的成交额 都是维持在1000亿以下 即是减了超过110亿 110亿的北水 其实实质上来说 都是只有800亿的资金流入港股 所以看到似乎是 比较多的资金流入了 是强势的美股 或者是欧洲股市都做好的时候 都令到有部份的资金 是分薄了的 另外一个方面去看 就是12月4日开始 恒指的收市位 就是受制于16800点的位置 就算上周五 虽然高位是16900点之上 但收市位仍然受制于这个位置 再看上年11月10日和11日之间 就有个上升的裂口 刚才说到的12月4日 到现时来说收市位仍然维持在裂口当中 变成了持续了 保裂口的状况 已经是接近半个月的时间 当成交额继续有一个减少的状况 我相信继续维持在主要波幅区间 但16200点到16800点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跌 所以现时去看 你说要期望有一个很低的位置要再流货 可能投资者未必可以预计到这个如意算盘 达得好向 变成了如果稍微跌一点 可能倾向上来说 落回16500点以下 我们开始来部署明年的仓位都可以考虑一下 好 刚才说到今天开始焦点的时候 你就特别说到蔚来 我们说说蔚来的情况 阿波泽比政府旗下的投资基金 其实7月的时候就买入了蔚来 昨天有一个消息 他们再度增持 公司宣布 阿波泽比政府拥有多数股权的投资主体 就是CYVN Holdings 再次投入现金 今次最新的金额是22亿美元 达到171亿港元 以每股7.5美元 买入2.94亿的蔚来新发行的A来普通股 今年7月已经有一个战略投资入股 还有CYVN 其实就会从腾讯的联属公司 交入蔚来的A来普通股 他们的总代价就是3亿5千万 现在的情况就是练买增持之后 其实CYVN在未来发行和发行在外股份的总数 持股已经去到20.1%了 昨天ADR升4% 比本港收市再高6% 好 阿Thomas 你怎样看这次 阿布扎给基金再次增持呢 譬如这样说 未来大家看他的盘数来说 其实就不及另外某一些电动车公司 但是就持续 第一就有一个总统基金卖入 第二就是持续增持 你在前景上来看 对他的股价会不会有很大的带动作用 因为看到昨天美股是升 但是就出了一支阴烛 就是后来收市的时候 其实就不及开市的时候那个位置 那你又怎样分析他的投资前景呢 我想有新的资金来流入 市场解读都是倾向利好消息 所以都令到ADR最终都是升的 也可以留意在股权的架构方面 感谢观看